歡迎收聽今晚的《動漫無窗》 我是主持雪玲 有馬二 旅人者 錄音時間是星期日 走完動漫節 正式上星期日是未來的 還有星期一、星期二 但我們不預知星期二有沒有颱風 這些事情是想不到的 但是今年動漫節 就是每年慣例的指定動作 暑假的一個 其實今年事前開始的措施 的確比去年好 起碼沒有那麼混亂 至少你無論媒體申請 他如何出入 其實他經過去年 都確立了一個 他自己的一套系統 即使你不要理會 會不會覺得很麻煩 但至少他現在自己構成了一套 我覺得是OK的 起碼他肚絕了想肚絕的事情 可以這樣說 去拿記者證的時候 你真的有看到 就是有些人後補去拿記者證 其實也會做回一切的步驟 就是說 他第一張卡片 如果他未登記或遲登記 都會帶他去拍照 才即場做證 也有的 今年我想大家最為大家在意的就是 大會的一些叫做重點項目 我先不說CP 或者其他攤位自己的活動 我只是說動漫節本身的邀請 和主要舞台的時間安排 我記得前兩年、前三年 都有出現過類似的情況 就是星期五、星期一、星期二 但是星期六日 是一些進行中的活動 或者是 我想他都相信是 一班最多人流入的時間裡 那些人應該不是看那些事情的 其實是 那很難說的 那你也知道的 星期六日是家庭客多的 例如星期六下午2.9至3.9 當然要做一些 MyTV Super動漫狂熱 有些什麼冒險女神 時間女神、幻想女神 讓大家看看 還有TVV銀元 你明白 其實TVI 日本地某些宣傳機構 星期六下午的時間 但問題我們比較在意的是 夜晚有一個叫客的行動 叫客的舞台吸引 在六日入面 你不要說上午、下午到夜晚 其實都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可以吸引我們 有些怪的 其實我一直都在想 為何動漫Cosplay大賽 為何放到11點多久 尤其是 你懷疑其實每年 已經開始越來越多人 去看Cosplay的比賽活動 你頒獎 我可以說你真的丟到最後 我覺得是勢所難免 但是 你總決賽的 大家被人騷擾 你放在最後那天 的重要是中午時間 我心想就是 誰過去啊 我真是說 其實很神心 但是我也是說 每個人都有上班的壓力 不拒絕可能 目標市場 不是你們上班的人 你要記得 七、八月 是暑假 是學生最有空的時間 但問題是 你看Cosplay 就坐在那裡看那些不是學生 而且你不要說其他 Cosplay 他們本人 都是二、三十歲的人 他們本身的座席時間 都不是早上 你不會讓人 八、九點起身 洗整個臉 去化妝 你也是下午的時間 會理想一點 還有很多事情要準備 Cosplay 你不是說 九點幾立刻到 11點九 開球 那你開球 不是那麼簡單 如果真的要去舞台 不要說本地 當然我知道 日本請一些嘉賓 都要求日本的時間 很多時候 其實我都說 你很難避免 就是因為這樣 而那個時間不對 結果論來說 今年的時間 我覺得全部都是遺憾 你沒有理由 早過Coco 十九週年 班祭典禮 和PlayStation 開心合家 room 那些 我覺得 很老實說 技術性調整的 如果你想要聘請回來的 如果一些重點的嘉賓 他們想聘請回來的 全部都是放在其他時間 沒辦法 他們迫著 都要找些東西 放回活動的時間 看到不吸引的地方 我覺得 都是技術性調整的 那你不要說 我講主舞台 請回來的 我不算本地的 賣TV的嘉賓 或者本地簽名會 其實都爆了一大堆 包括Dance Power的比賽 Hip Hop組合決賽 Vistar 其實主力來說 放在星期五 例如奧華寺 親愛的老闆 其實大及後 就好像 放在後面 例如 谷寶貴爾 Done Elements 田香聖 那些人很注重 在星期五 C3也好 動漫節也好 什麼都好 我們都一定會 即使請了很多 很出名的人過來 即使是出名 也會很久 在人心目中 不過我想問 大家覺得 這次的聲味是怎樣 我想說 其實我想說 請了春奈努娜 好像沒有宣傳過 我完全不覺得 我後來看長項 不知道春奈努娜 我後來查 是Hala 我才知道是誰 Lula 我不是這樣譯名這些問題 西九中心好像都有的 即是起初有個秀 少少秀的事情 我看到地跌站也有賣 我覺得 為何放在頭一天 還是六天 為何那麼弱了一天 還有你Dance Power 你真的做了兩個多小時 但是這樣說 今年的大會舞台 我覺得是 丟回了 在本地一些創作的內容 是多了 至少你說 無論比賽那裡 其實它多了 你不要說 還有就是野事漫畫那裡 其實宣傳很大 有些遊戲 自己本地營運的一些遊戲 都已經放了很多 在本地的內容裡面 我會說是 不是壞事 我覺得那個 雀眼咀嘴是甚麼 你有沒有玩 如果你有玩 你可能覺得 這次的內容是你的重點 但是如果 我們本身比較少玩的話 有機會 對我們來說 就是那個吸引力不夠 因為其實 如果你說相對來說 我覺得今年好像話題性 沒有那麼強 因為主要來說 我看到事前的人說 今年動漫節說甚麼 很多人都說 V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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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而你說 舞台、嘉賓 因為我記得 有幾年 很久以前 唱天然突破 那位 當時來到很爆 很大陣仗 及後 那幾年 也有一些較為 Sport的嘉賓 來到 但是今年 當然好像 少人提及了 大會的舞台 說到這裏 但是客觀然 你說今年的動漫節 給我的感覺是甚麼 咦? 他不是CV 為何他比CV 近CV 活動內容 我們對上CV 我們其實 也有說過 一件事 請回來 那些人 跟CV的東西 完全不相差 但是 反而動漫節 在Sony的舞台 也好 CV的舞台 也好 他們請回來的人 我只會說 那個內容 更加傾向於 製作人也好 或者是畫師 業界的人 也好 他們分享他們自己的 一些經驗 或者經歷 我覺得反而 為何調轉了 之前我們批評 我們想在CV 看到的東西 在動漫節 在動漫節 他的Sony的舞台 和CP的舞台 是看到的 當然這樣說 如果你比較留意遊戲 和你熟悉一些製作人 那些東西 比較留意的話 今年Sony這個舞台 你可能會覺得 是比較吸引的 而Sony這個舞台 其實今年正在集中 其實是一件事 中文化的遊戲 因為其實你見到 其實Sony現在 是很大事 很大力地推進 日文遊戲 環體中文化 這一個項目 很多遊戲都已經 相繼 已經在做這些 有些可以做到同步 但怎樣慢的 都慢不過一個月 其實現在 Sony的譜譜 其實現在 都是在做這件事 當然你說 在很多人 以我眼所見 最多人 當然就是基戰那一天 因為阿桑島法子 星優助陣 是不同的 不是 星優助陣 我知道 但是 我見到那個 狀況 其實是 其實差不多 我見到 很大一個牌圖 大家又怎樣看 正常運作 Sony就推這個 VR 預訂 因為10月推出 開始多了很多 試的時間 其實之前都沒有那麼多 很多人排 每天都多人排 排是看 因為他好像 在之前已經有登記 以及放了示範卷 你之後排沒有 因為今年其實 你走過一條行 都會看到一些 類似VR的東西 給你看 當然還有一道 看下去 以為進了 歡樂天地 的地方 就是畫動漫 整個機動遊戲 我開始問 是不是要買票入場 2018大電影 我今天看到有人 叫他 走走上來CP03 你先不要這樣 別人知道 先放本 有客人去做 每個人戴著頭罩 戴著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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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今年我覺得少了 D figure 可能只有 手屋 那些 卡式 但日本那些 純粹只有手屋 這樣去看 其實比較多 GUNDAM另外一邊 大家有沒有發現 今年沒有了 女僕書房 是啊 沒得買便宜 沒得掃輸 大家有沒有覺得很懷念 見不到女僕 那最重要是掃便宜 其實女僕 女不女僕的東西 我覺得很隨緣 不行 你女僕就不適合主題 你來看 你不明白 你怕商業氣炸 我覺得其他部 今年都比較沉 都沒有太特別 即使千席鍊那些 國穿那些 其實國穿那些 因為我想有些人 就丟了上CP 那裏 那裏 攤位那裏 就沒有 好像之前 一大堆人 那樣 我又見不算太多人 進去 都不是太困 這個排隊狀況 好了很多 其實 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今年出了一隻 很Hit的Pokemon Go 大家都不介意等 根本自己等的時候 就有些事情可以做 排隊狀況和Pokemon Go 是沒有關係的 最少要等的時候 不會那麼辛苦 不關事 如果是這樣 其實獨漫節整體 人流會下降 你不要玩了Pokemon Go 你進了數碼世界裏 我是說 你走好那個狀況 但是購物的狀況 大家看到多不多 好像一對 今天時機小弟去看 在下面繞個圈 很多人走就是 是不是很多人買 很多東西 都沒有去到這個情況 你留心一下 他那一袋 是CP那一袋 是動漫節那一袋 是兩個東西 就是很多人說 很多人買福袋 又是去買這些東西 今天我覺得 你說動漫節 我真的覺得 走得是舒服 不要計算 很突然一下 他不會有一個位置 九成的時間 那條路都是不要走的 就是塞死了 是啊 阻塞交通的情況 會不會是因為 COSPLAY區 走去3E 控制人流 走去 好了 他有些是特定 保留在外面 每一次 即使今天星期日 都是保留在外面 因為今早 很早到九點半 大概 看到外圍已經排了很多人 其實他是慢慢 一些 進去 講一下CP 好啊 去年他主打 邀請了很多 日本的同仁攤位 過來擺檔 今年數量 是比較少了 至少他不是宣傳的一個重點 已經不是 其實沒辦法的 剛剛撞到combat market 再過多個星期 你很難抽人過來 那倒是 死線 那些人還在 不過今年 有很多人說 請了 傅子月 那位 吉田 Kindy 先生 過來香港 來講一下 一個座談會 很多人 星期五來講 都很受歡迎 但是你說 其實今年 因為 簽名會 過往都還有一些 放在Hall1 現在就全部放在CP那邊 所以其實 嚴格來說 我覺得下面 會場那裡 人流鬆動的情況 其實是建基於這件事 因為那些人 上去了 我們先講一下CP 其實有件事是好事來的 始終是在Hall1那邊的商業攤 他們其實不是很擔心 人流會不會走到那裡 但是CP上面 其實那些人 有些叫做 同仁攤 你不會說自己大事宣傳性 那些東西 你沒有這樣的資金 其實他可以把那些人流放上去 因為活動有些放上去的話 你就會上去 上面 變成那些人流放上去 變成CP的人流一定是多了 嗯 如果看我一些報道 或者今天自己去採訪了一些本地的 或者一些台灣的 人流來香港 男伴說 星期五的人流是超級多的 收回來的封 就是 星期六 相對來說 賣氣是差了一點的 星期日 其實普普通通 其實他們都是答我一句 就是 今年CP03比CP02 整體上 他感覺上都是OK的 不過只是普通 普通 和普通 至少我看到 其實 賣氣這件事 真的很難說 但是 我覺得 其中一個條件要滿 就是首先 黃丁 你黃丁 是不會旺財的 不會是 小人 但是你很賺到錢 但是他們其實也有說 因為他們CP 這次很重要 這就是 說回 為什麼他們這次 當CP是一個很重要的戰略 因為CP打後 只剩下一個8月尾 某個本地大型銅人帝 及後 其實香港只要靠CWT 及後 可能要到12月RG 即中間的時候 你有一大段空窗期 就很難散到貨物 有時候 如果在銅人牆上 真的要賣走你的產品 也好 這個CP03 對於他們來說是很重要 特別是如果你沒有報告Fancy Fundy 或者沒有CM 所以他們很重視這次 而他們說 這次第一天 是因為多家庭客 所以一些食物 是散得快的 但是第二天 相對於日本的 更多散得快 第三天 就OK 又不是很差 第二天 就普通通 出來了 當然你說 今年是CP的節目 最多 最多元快 也是最多 兩項目 都是最多 因為下面的簽名會 放到上面 上面 CP那邊 又會找到一些有名的畫家 有名的人士 少有 對 都過來 那邊商 我知道上面的人流 是多很多的 至少 他的舞台 今年上面才叫做主舞台 如果那個不是主舞台 對於我們來說 可能是 我覺得主舞台 和CP的舞台 會達至一種 分流的作用 因為他們兩個 目標市場 都不同 變成那兩班人 可以分開 所以變成 可以空洞 大家都 對 還有一件事 今年CP兩個舞台 即一個簽名會 和一個真實表演的舞台 分開的情況 和去年是分別的 因為去年 左右兩個角落放 今年在左邊 一邊是角落 一邊是中間 中間的簽名會 最韌的情況 好像改善到 跌跌 看上去的人流 劃分的情況 因為今天簽名會 看上去都頗慢 特別是美士本老師 都簽得很慢 美士本那時候 我可以現場告訴你 可能他的老人家 不是太舒服 他簽了頭三個 之後 就開始要廣告時間 休息一下 當時後台 應該工人員和他在討論 因為情況就是 他們派畫族的時候 他們沒有說明 一定要簽畫族 所以有些人不是拿畫族 拿其他 以前美士本老師的設定集 拿來簽 輸 所以就開始談 可不可以讓他簽 當時說了之後 可以簽其他一天 就簽一樣 後來才出來 再簽個 通時簽的時候 每個人簽 都會跟他握手 聊天 問一下話題 等於每個人可以問他幾條問題 有聊天握手 有拍照的話 可以拖很久 當然你說CP上 捉得更加厲害 就是因為大家慣例都知道 其實拍照一向都很像 大體上 除非剛好得更巧 官方說OK 才會拍照 是不是師本老師OK 是的 但星期六我忘記了哪一場 是直接圍著布簾 是因為巨聞外面的人 有些人是女勸不聽 小弟都收到封 搞到這樣 收到封 收到封 他們說今年的情況 整體上是比去年改善了些 乖了些 其實大會都覺得 我自己走過兩轉簽名會的時候 通常是他表演那裡 其實基本上都是什麼呢 站在那裡的人 九成九都知道 都守規矩了 我站在那裡很久 我看到是什麼 突然經過有個人 就突然想舉起相機 不知道是否聽不到 或是播放 我不清楚 但大體上都是那些人猴比較多 嗯 還有一些情況 他就說不准錄像 有些人說起初 為何有些網站會有直播的直播 第二及後就說 不准錄像 你可以拍照 即是媒體可以拍照 有這些事情 就開始告訴你 沒有錄像 或者是完全不能拍照 可能做媒體 要問清楚 大會比較穩陣 我覺得 簡直是有工作人員 都舉了牌 每幾分鐘就會經過 舉了牌 或不准拍照 其實是做得不錯的 我覺得 當然 另外 其實說回簽名會 雖然有一些 不只 Saitama 即是一拳超人 那位 那位聖優 真的完全不可以 但是跟台下的粉絲 玩得很開心 和玩得很歡樂 下面那群粉絲 都看完之後 氣氛呢 說真的 今年我覺得 CP的主持做得不頑 比較不了 不好意思 原因在於什麼呢 原因在於下面沒有 不是 如果你問我 就比較Sony舞台 和CP的舞台 主持和翻譯 你真的這樣問我 我覺得 基本上Sony那裡 那個翻譯 輸在一個問題 手上 不過我覺得 沒有怪的 問題就是 你不犯規的 翻譯 是很熟悉的 總會有說錯的情況 我覺得 大家都 一定會接受到 這個失誤 但很實際 在後來 我們記者會上面 那個翻譯 真的好像有玩過 即是認識的才是 那真的不錯 在記者會上 當然我覺得 不同 在這裡 那個位置上 所以我覺得 很難 因為始終 CPU 去找那裡 而CP通常 他請回來 這些 其實他都 有認識 不是 很難溝通 尤其是 你說一些名詞 變成什麼 我直接只能夠說 那個名詞出來 還有有時候 我真的知道一意 其中一些主持也好 或者一些翻譯也好 一來他們已經跟那邊的經營公司 或者是有些溝通過 或者在那邊已經有工作 可能已經很熟悉他們 有些在香港的同仁場 大同仁場 已經做了很多年主持 都有份幫忙 所以這次也有一樣好 我發現有一樣好 他主持較為多人 他翻譯較為多人 他不用寫一個 這件事 我覺得 CEP這次用腦 比人的感覺 層次高了 而且他坐在旁邊 好像朋友倆聊天 是的 今天不頑皮 我這樣說 其實你說現在眾觀 現在看上去 CEP和動漫設 本身 零速官方本身 其實我覺得 現在變了 分工分得很明顯 CP那邊就是 Surf一群動漫迷 很熟悉 資深 或者你對不同的作品 都有很多不同的認識 這群客 下面Surf那群 就是 Normal user Casic 或者是打機 喜歡打機 又不是Enemy 是的 今次我覺得 看上去 變成CP比較搶 Anyway 看看他下天 可不可以做平衡一點 但至少兩邊 幫助到首先 分流 因為始終就是 你看到的 星期六、星期日 那個人數基本上是爆到 其實你如果把所有東西 集中在一個位置 我都說 肯定是 失去了 那對 攤位賣器的問題也好 什麼 各方面的問題 都一定有問題 所以今年我覺得 他這方面的做法 我覺得是 是一個很好的做法 我也想說 這次為什麼 進行CP也好 進行動物資也好 進行動物資也好 不是去到極度塞的情況 因為 他其實塞在這個情況 就是塞在外面打蛇餅 回到一樓 或者一樓 上三樓 那個蛇餅就蠻厲害的 如果不是歌手 你走的路也蠻厲害的 但是 牆內相對來說 是好走的 所以 那些人也不會打得太死 還有 第二件事我想說 這次 相對來說 當與當之間 好像二百多個攤 但是 看回來說 很多人扔了牆 他用牆的 用得挺好 只因他 不用塞 那兩個 塞 雖然都是吵 我也覺得 升浪都蠻奶 但是 相對來說 有一邊牆 是完全刺激了 他移到那邊 他那邊 和把Crosser 放在其中一個 一個 那裡 變得人聚起來 聚了一個地方 但是 他真的可以走 可以接受 我覺得 他做得挺有勞的 雖然你說 今年 今年各方面 對我來說 是很閒 但是 本人也是沒有買到 東西 本人也是買不到 都是買不到 都是買遊戲的人 都是多一些 跟人本 很多 不是的 我想買東西的 當我做完東西之後 我再去買東西 那些東西已經被人買了 我想買的 這個是買不到的 四個奇緩 進去都沒有買過東西 告訴你 如果這樣 不過你不要說 Key社也好 都有一些東西 都賣光 旁邊有幾檔 是日本的 譬如是原畫 或者一些 即是原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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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還有一個檔 應該不是 原畫 但我不知道 還有一個檔 是漫畫 他自己說的漫畫 其實是賣了一些 像畫版 有大中小的 但我看到大大約兩千元港幣 都挺貴的 不要說 都挺靠的 對粉絲來說 這些不是錢 對粉絲來說 你說相對來說 CP也有些花心 第一件事 先說 這次有人出紅牌 被趕來 其實還不止一檔 其實這個有幾個情況 大家也聽過 網上看到 其實這個時候 我溫海的時候 大會有責任 你明知道這間店 是賣了些什麼 他也會這樣放 那你是不是應該收錢 確定他之前 也不讓他放 你收了人的錢 人家開一檔 禮星雲美不放 就好像過分了些 那會不會是中途有些變卦 我不知道 我現在看我拍出來 他寫的禁止售賣告示 其中一個是寫著 販賣版權商品 寫著二手 另外一個是 其實隔壁當 就是販賣命經 原作者授權 同人可物 而被人BAN 今天有出動到石Q 不只石Q 是當地穿西裝工作人員 連同場外工作人員 來監視那個人 要搬走貨 還是什麼 其實今天看到的畫面 是略為僵 感覺上這件事 小弟是查過的 但今天才出的 據聞就不是 據聞就已經有了 但好像回來 有些變卦 基本上 有些情況 我不是很清楚 但基本上 如果我是對有疑惑 我可能對二手 這件事是有疑惑的 因為二手 算不算是寫權 那定義來說 就比較複雜 不過 他好像不喜歡 一些二手書 同人本發賣 另外一間 被人BAN 就是賣同人本的二手書 即是賣舊書 這件事好像不太合適 我覺得被嫌 其實無謂出現 無謂的爭鬧 他又不想 暴復這個風險 我覺得 在他的角度來說 就是你理解 但究竟合不合乎 這件事 我覺得 口同備爭 結果就搞到有些花生 即是有點兒爭吵 其實每年都有爭吵 但我自己訪問過一些大手 那些大手都說 相對可以接受CP 即是今次的安排 雖然賣氣不會預期好 但其實他們都越來越看重CP 即是他們覺得CP在八月頭 因為都有座要去一些 叫做剛剛新翻 或者舊翻那些貨要走 要不然他們都會說 即是你後面再靠什麼去賣走 要不然就要靠Fancy Frontier 拿去台灣那些貨 你見到今屆什麼 都見到 男人都少了 開始是騙Rigello 拖子都少了 Rigello是 你見到是這些 主流這些 是靠散了 你再過多幾個星期 可能不是 你不要說 連Cosplay也不是很多Rigello 我都覺得 這次是很散的 你水團又不是很多 老實說 你這兩季沒有什麼 絕對霸權 出現 因為有些說話題 並不是人氣 所以在這個期間裡 我覺得是今年 不是這個時期 沒有一些絕對領導 整個場面的作品 所以這個情況 我覺得是老減少少的 你要等下屆 刀劍男子 應該可以再一堆盤 出現 什麼Courses都見到 連Kumamiko也見到 很久以前 神智也有 不說一些 一拳超人也有 但今年也有些尷尬的位置 大家都知道 星期六晚上 曾經出現一個高處墮下的意外 暫時看下去 今年真是出奇地 我們最終評價 其實他是比CV好 因為過往 我們一向都覺得是CV 整體表現 是比這個動漫節好的 你給多少分 先不要打分 算了 只能夠說明據87分 不能再多了 不要開玩笑 打分雙感情 對 有沒有什麼想期待他 例如下年可以多給幾個嘉賓 或者怎樣 我覺得今年 最後還是說 他有少少飛箭之序 始終any song那邊 剛剛很撞棋 其實某種意義上 他不搞的話 我想對一些買了票的人來說 就沒有一些太痛苦的選擇 不會聽到A也聽不到B 我覺得對某些人來說 反而是一件好事 因為下午就去完動漫節 大家都知道 其實 即使你幾多東西看都好 其實沒有節目的話 兩個多小時 你不排隊買東西的話 走完 如果大家喜歡轉身吃個三分球 玩那些攤位遊戲 可以捱到一段時間 那些攤位 我覺得我是很客觀的 你一個人 動漫節 你可能純粹進去收拾幾件東西 那你要他走半周 其實是很有難度的 不是一個人的 一個人走動漫節很乾淨 不關事 那些人都是兩個來 三個小時走完 看下年 我想最主要都是 其實每年都是看 會不會有什麼重點節目 他自己再搞 今年你說 唯一美中不足 我都說 動漫節本身 主舞台那裡 沒有太多節目 和時間 不是太合適 是的 也有一些 遺憾 我覺得 我看不到夏偉依 Kloss倒楓 算了 不要這樣 這是業長 假的 好 我們今集時間到這裡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